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幼稚醫師陳慕榮 最近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讓很多朋友都知道洗手很重要 除了用肥皂之外 使用酒精或乾洗手也是可以清潔手部的 有些朋友覺得用越多就可以洗得越乾淨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使用的量只要2-5cc就可以了 將酒精或乾洗手噴在手心、手背 並搓揉20秒就完成 另外還要提醒幾個重要的洗手時機 吃東西前、照顧小孩前 看病前後、醒鼻涕後以及上廁所之後 在適當的時間洗手 才可以有效預防病毒感染 接下來請收看中家新聞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崔小君 歡迎收看中家新聞 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沒有停歇的跡象 許多民眾踴躍排隊施打公費流感疫苗 對於避免感染新冠肺炎有沒有幫助呢 衛福部機動醫院兒科主治醫師陳慧蘭表示 這個問題她也問過自己的老師 雖然兩者沒有關係 但是打比不打好 至少可以避免感染流感所引發的肺炎等病症的威脅 因為我們老師他們有講嘛 因為如果是和那 當今年剛好是COVID-19的流血 如果是你萬一得了COVID-19 然後就加上流感的話 當然病情會更嚴重 所以呢就是要盡量要就是要鼓勵說 大家都要來打流感疫苗 然後剛好如果有打了 你起碼有保護這個流感病毒的那個感染 所以就是那COVID-19就目前是還沒辦法了 不知道要怎麼 可是你要先保護到這個流感病毒的傳播跟感染這樣子 對降低就是比較危險的 或是嚴重的肺炎那些等等這樣子 而34年次今年滿75歲的民眾 可以免費施打一劑肺炎鏈球菌疫苗 可以和流感疫苗一起接種嗎 陳惠蘭醫師表示可以一手注射流感疫苗 另外一手注射肺炎鏈球菌疫苗 兩者可以一起施打沒有問題 那個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可以跟流感疫苗一起打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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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然後就是比如說有邊有邊都可以打 可以一起打 可以一起打 那兩個是都是不核化的疫苗 因為你核性疫苗跟不核性的疫苗 兩個都其實同時打都沒問題 就是如果是要隔 你今天打核性疫苗的話 你要大概就要隔 大概四周再打另外一個疫苗 因為你核性疫苗可能它會產生的過程 如果你太接近打的時候 可能就會影響 大概是什麼樣的疫苗 那個三線也麻疹那些還有水度 對對對 陳惠蘭醫師也提醒 如果民眾有一點點小感冒 甚至吃雞蛋有過敏的現象 原則上都還是可以施打 目前開發生產的流感疫苗 不過如果有發燒的症狀 就不建議接種流感疫苗 等好了再打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為了照顧弱勢邊緣戶 暖暖區市議員林敏勳 在地內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林黃輝夫妻支持下 是基隆市第一位和台灣食物銀行 聯合會合作成立 愛分享食物冰箱的基隆市議員 而在林敏勳積極牽線 以及市政府社會處協助推動 和中山區中山里長羅宇廷熱情響應下 中山里也成立中山區第一個 愛分享食物冰箱的據點 希望照亮社會黑暗角落 照顧更多弱勢民眾 彌補公部門社會救助的缺口 那感謝我上任這兩年以來 就是各位衛兵對中山里的愛戴 然後注入許多資源在中山里 然後讓這個三層有不一樣的改變 我們在林敏勳議員一座一座 我知道他後面陸陸續續在推動 所以我們現在基隆市大概有十幾個愛分享冰箱 我們是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推動 讓我們整個一個我們基隆市的一個社區 不過越多越好 那我們就希望說可以讓我們政府 七座窿都可以 驚人情七座窿都可以來 這個民衆都可以來做分享 可以互聯 現在就是說我們中山區是我們第一座 中山里是我們中山區的第一個冰箱的接牌 讓我們還是今天可以來到現場 跟大家來做分享 對於羅宇廷里長的率先響應 中山區市議員莊敬盛和宋偉力 二話不說 座善市不落人後分別製贈一萬兩千元的大紅包 大力支持里長推動這項愛心活動 也希望有更多區裡可以加入 愛分享食物冰箱的行列 我們要籌措這個分享冰箱 我們也在電影上開始領募資 也感謝我們的大花生公廟 還有天移國道堂 還有我們新廟廟 郭官北米、罐頭、郵便 頂頂 我們贊助我們很多 要感謝我們的禮廷里長以及小莊 在默默的付出 尾力一力追隨到在後面 我們共槍盛舉 我希望說 我們挑戰區的禮 的禮優的黨 來支持這個王黨 中山禮也用辦喜事的心情 為這項愛心活動舉辦啟用儀式 喜上加喜也借用這個機會 由禮長羅宇廷代表 將中山里社區關懷據點組成的 長青地板滾球隊 在九月份參加全國性第六屆 阿公阿嬤滾球運動會中 獲得第二名的獎牌 獻給市政府輔導單位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由處長吳廷峰接下 共同分享喜悅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小朋友開心的揮揮手中的票 準備進會場看戲 這是基隆市政府推動的 藝術平權教育 五年來每次都邀請全市公司 立幼兒園大班小朋友 進入基隆市林娃中心演藝廳 觀賞戲劇 讓小朋友在進入 國小一年級前 就有機會接觸藝術表演 並學習劇場禮儀 今年更首度跨縣市 到台北市國父紀念館 由基隆市長牛昌 親自陪同2407位小朋友 一起進場看九哥兒童劇團演出 還創下了國父紀念館 48年來最多小朋友 進入會堂觀看表演的紀錄 很感動今天有這麼多的小朋友 我們基隆市所有的幼兒園大班的小朋友 齊聚國父紀念館來進行劇場的出體驗 這個已經破了全國的一個紀錄 是在同一個時間 有最多的小朋友 進到國父紀念館 來看表演 我們今天締造的這個紀錄 大家胖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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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這是第一次年齁 很棒的小朋友 市長齁 在這邊要做個小小的調查 在這邊要做個小小的調查 小小調查 你們等一下要 會不會大家要舉手 今天是大班的小朋友 舉手一下吧 全日都是大班的小朋友 近2500位小朋友 將整個會場做的是水泄不通 開心的欣賞劇團演出 柳昌表示 藝術平權與資源條件無關 希望基隆市五年來努力實踐的精神 也能讓其他縣市看到 更希望能進一步成為國家政策 讓藝術文化教育落實到全國的孩子身上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基隆市長尼佑昌與內政部營建署長 吳新修等人一起鎖上羅帽 象征基隆山海城串聯再造計畫第一期工程正式開工 營建署長特別肯定基隆市政府多年努力 讓基隆市港再造邁出重要的一步 我覺得這是市長在這整個國門改造計畫裡面 持續往前邁進的一步 那這一個呢 我們在承認知青 在補助基隆市的這個計畫裡面 除了我們的竹谷坦的這個立體速道以外 那這一個是非常重要關鍵的一步 讓基隆從山到海這樣的一個整個的城市通道 向前邁進很重要的一步 基隆市長尼佑昌表示 這項工程將從海洋廣延伸打造清水平台與景觀階梯 後續將再延伸到正在整建中的東岸郵輪中心 到達郵輪旅客大樓 未來會非常的方便 無縫接軌 而且呢 會變成是一個新的 跳望郵輪最好的一個景點跟打卡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求希望整個工程 要在明年我們成績轉移站完工的同時之前呢 也要來完成這一項工程 到時候成績轉移站在明年八九月完工之後 同步這個廣場平台也會完工 到時候可以整個去進行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串接 立法人蔡司映及多位市議員也出席力挺這項 攸關基隆市中心區景觀空間與人型環境再造的重大工程 這個工程事實上對於基隆的港區的港灣再造 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案子 就是山海的城市港灣再造工程 那未來在這個工程事實上也分成兩個計畫 那第一個計畫當然就是讓海洋廣場 到我們東一東二碼頭這邊能夠完全的串連起來 成為一個重要的未來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真的是全國的好朋友來到基隆港最漂亮的一個觀景的地景平台 那第二個未來的工程 我想等一下市長也會宣布 就是未來整個會做一個新的平台 來跨越整個中正路 那這樣的平台完成之後可以讓我們基隆市民 在整個周遭港區的這個漫遊過程當中 不用擔心要等紅綠燈等等都不需要 讓我們整體的景觀更加的漂亮 那這個案子事實上也是市長 然後我們向中央營建署來爭取補助的 城鎮之心的一個案子 那我也非常感謝營建署的補助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能夠來推動 那未來還有相關的預算 我也會繼續來努力 劉昌表示 未來將進一步串連到希望之秋景觀樹梯 讓遊客從西岸的基隆火車站 乘氣轉運站 經東岸郵輪廣一路到信山路的 山海城景觀樹梯直達中正公園 這個中正公園 也就是希望之秋的地標樹梯 也有好的消息要告訴大家 現在整個工程的進度都非常的順利 而且有為輔的超前 那在十月中左右呢 我們將進行地標樹梯的第一根 剛構的一個主力 所以在今年年底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期待已久的這個地標樹梯 它的結構整個起來 那也一樣在明年的6月30號之前 我們希望之秋的地標樹梯 會來完工啟用 藉此呢到中正公園竹埔 就不需要再爬樓梯 而是可以坐電梯 所以這是一個山海城串連的一個計劃 在明年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果 劉昌表示 這是基隆50年來最重大的改變 透過空間重整與完善基礎建設翻轉基隆 打造魅力新據點 提升觀光發展經濟 也讓基隆進一步提升為國際海港城市 真正成為代表性的國家門戶 記者張啟騰基隆報導 針對日前引發紛紛牢牢的 基隆捷運推動進度 立法員蔡世英在立法院質詢時 獲得交通部承諾將繼續推動 我在立法院質詢的過程當中 我也特別要求交通部再一次的保證 基隆捷運的案子絕對不會停掉 交通部也回答得非常明確的清楚 基隆捷運的案子 目前正在交通部的規劃當中 至於說在這過程當中 有許多的市民有不同的意見的看法 包括它的起氣點 或者它的醞釀等等 我在昨天也要求交通部 就這個部分來做 重新來確認 蔡世英進一步證實 交通部已經決定 10月13號邀請北北基三市市長 共同延商 他透露目前發展方向 對基隆捷運相對有利 最重要的問題還是三個城市的市長 包括台北、新北基、我們基隆市的市長 對於這條捷運的相關的 包括定點、路線的規劃等等 要有最後的一個共識 那我在我的要求之下 交通部決定在10月13號的時候 邀請三市的市長 在交通部做一個正式的確認會議 那裡面的重點有哪幾個部分呢 這我也有要求他 第一個是台北端的起點 到底在哪一個地方 第二個是基隆端的這個終點站 到底在哪一個地方 以及汐止民生線 在新北的部分 要不要跟基隆捷運整合 以及因為這樣的關係 整體的運量 要不要重新做修正、設計等等 那這個事實上 他跟三市的市長 都已經有討論過差不多了 那在10月13號 如果開的會順利的話 應該就會正式的公佈出來 那我在這邊先跟我們的視頻好朋友 報告一下 整體的方向繼續朝著樂觀 讓大家都滿意的方向在前進 那這個過程中 我也努力開了不少事的協調會 包括技術的問題 我相信這條捷運 未來會讓基隆能感到驕傲 蔡森林強調 她會繼續督促教育部等單位 與基隆市政府充分合作 讓基隆能期待多年的基隆捷運 能夠早日實現 記者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媽媽這座山怎麼了 怎麼光秃秃的 就有人亂挖地把樹木土地挖掉 這都是很危險的喔 對 老師上課有說過 這樣可能會引起落石土石油等災害 很危險 對呀 看到我附近在山上亂挖 就要光景通報去工作 不然我先為欠世就要付了 首山附水青山流 無聚落石土石流 若是電視公佈不要出門 若是專門出動來遊說 遇到通台灣的電 我們的心將來無便 電 兩量生活 海電發展智慧電力 友善運用再生能源 配電系統再進化 管理用電更聰明 電網再升級 生活更智慧 民國九十七年才開始啟用的 此雲寺大悲電中 供奉了由中國名師 許錫瑜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為尊四面佛祖 雕工極為精細 信眾參拜完大雄寶殿後 波綁進到大悲電 一窺四面千手觀音菩薩的獨特樣貌 車輛大悲電 車輛導人 驿駕駛從紀容大悲隧道出來 準備往西岸高架上行駛 突然迎面出現一輛逆射銀色轎車 駕駛根本來不及反應 直接撞上 两车撞击力道之大 轿车气囊整个爆开来 被撞驾驶 行车记录器都翻滚好几圈 事发在上周六下午 金融西岸高架桥上 两轿车高速撞击 车头几乎全毁 汽车零件散落一地 根据警方调查 富人描述 他是依照导航开上去的 据那个逆向行驶的 何姓妇人说 他是因为太相信导航 给他指引了道路 以至于他逆向上了 我们的西岸高架桥 要到那个上国道 跟我们流行驾驶人 发生车祸 这么一状损失不清 而根据汽车精品业者提醒 导航只是辅助 开车上路 还是要遵守路标和告示牌 微星导航它是一个 辅助性的商品 那是大家在不知道 路况的时候 辅助导航 那如果说大家依照路况的时候 还是要依照实际的状况 去做判断 交通号制 还是一定要看 它是一个辅助性的商品 那才能保障 大家的行车安全 两车对撞 造成车辆严重受损 还好没有闹出人命 只是在看一次画面 这样开车 连闪都闪不掉 真的让人吓破胆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导 还不错 现在改善得很好 来到新的住宿环境 学生给予高度的评价 万里区中华商业海市职业学校 赤资近4700万元整修宿舍 近来落成启用 总共36间房间 145个床位 学生们都有拥有个人的书桌 衣柜和置物空间 还有网路设备 一应俱全 位于空间 更是堪称饭店的规格 学生住宿免费 只需要平均分担水电等费用 对于九层都是离乡背景的学生而言 可说是一大福音 宿舍住起来有点舒适 舒适 每一个床位的话 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这里面呢 不管是灯光网路啊等等 甚至衣柜书桌书架等等 那都有自己的一个置物空间 那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厅 那原来的规划就是希望说 学生在这个地方可以把他 或是家里面的客厅一样 在这个地方可以聊天 阅读 然后同时做作业这样的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学生 大部分九层以上都是住宿 那他们能够希望 他们能够安心的在学校里面 安心的就读这样子 圆满的校区 教学环境 设备都充满了岁月痕迹 尤其是宿舍楼层 更是破旧不堪 在董事长大力支持下 让宿舍顺利重建 学生也能够安心念书 宿得也放心是乎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设施 运动设施给他弄好 中华山海有高达九层学生 来自外地 是一间海洋技职教育学校 为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将陆续改善学生餐厅 体育场等教学设备 未来将与同体系的乌冈集团 和爱约酒店集团建教合作 让学生吃得好 住得好 快乐学习 记者黄绍明 新北市报导 三餐温饱是我们的日常 不过在偏乡的独居长辈们 可不一定做得到 有时是因为购物不便 有时则是身体不便 一粒麦子社会福利基金会 和便利超商合作 近五年 善用商店结账柜台旁的 林钱娟 增设部落厨房 送餐保温车 老幼供餐等服务 化解长者备餐不便 或独食忧郁的情形 不要出去煮啊 他们煮得很好吃啊 很方便 很方便 对 又好 又好 服务很好 从餐食服务 延伸出的生活照顾 或是心理层面的陪伴 也逐渐成为 偏乡长者生活上的支持 因此基金会和超商 商判服务不停歇 大众能够持续赞同这项计划 很多的长辈 事实上可能是 一天三餐 可能只有吃一餐 或者 每两天再吃一餐 这样的状况 所以在十年前 我们大概发现了 这个问题以后 就开始主动的 开始提供这些 有特别有需要的长辈 每一天至少有一个 热腾腾的餐盒 可以食用 那从这样十年下来 我们做了很多的改变 因为 长辈对于餐食的需求 是一直在不断的改变 所以我们从 可能是早期的 一三五送餐 现在已经演变成 每一天 礼拜一到礼拜五都送餐 那从每一天送午餐 到现在 有一些长辈 我们看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连晚餐也一起送 那有一些长辈 他更需要 可能更衰弱一点 他不能 礼拜六礼拜天 或者立假日 没有餐可以用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跟7-11合作 在立假日的时候 由统一超商的门市 来提供送餐或取餐的服务 除了支持基金会送餐 超商也扮演着 支援送餐 在地取餐的服务 近期也将拓展约 40家门市参与 预期有超过 45万人次 偏乡长者受惠 除了零钱捐 也能用iPhone或点数 做公益 为长辈补充营养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将打好的蛋汁倒进平底锅 煎到定型后 加入玉米 胡萝卜 肉末炒成的配料 再将蛋皮翻面 将配料包裹起来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欧姆蛋 就完成了 看似简单 但对于没有下厨经验的 小朋友来说 却是既有趣又充满挑战 为了推动健康饮食教育 教育局108年 则定丽山国小等六所学校 推动饮食食作课程 丽山国小以我的餐盘 每日饮食指南设计菜单 让学生使用天然食材 自己动手做出健康又美味的餐点 营养教育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那想说 坐着听 好像效果有限 那我们就在思考说 如果他可以亲自做的话 就有感嘛 那当然我们这设计的菜色 就会均衡饮食 这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让他了解整个食材的原样 所谓原样跟加工食品 其实很多人不清楚 然后借由这个了解之后 他们知道说 原样的东西才是营养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亲自做 他一定会吃 所以他就会把 均衡的饮食吃进去 教育局表示 虽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厨房 但未来也会以中心学校的方式 让其他学校的师生 也能够参与 透过动手做餐点 让健康饮食观念 从小扎根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道 接下来是生活资讯 提供给您参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 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